从荆轲到李白,古龙到金庸,无论是历史上还是文学里面,中国的读书人都有一个千古侠客的梦,并且乐此不疲,但现实总是有差距的,那么如果混迹在古代真实的江湖上,文弱书生又该怎样保护自己呢? 比如在明朝实行严格的录影制度,没有官方开具的文书,基本上寸步难行,甚至有的百姓一生的活,动范围都不超过方圆一百里,但有一个群体却是例外,那就是读书的世子,由于他们需要经常性的外出求学,交流知识,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钱,往中府甚至京城赶考, 当在一个对外信息相对封闭的时代,出门无疑有着巨大的风险,不考虑各种天灾,疾病,甚至是小偷,最致命的就是杀人越货的强盗,就像是西游记中唐僧的,父亲被刘红杀害一样,所以行走在危机四伏,生态环境开发相对滞后的古代,读书人也都需要拥有保命的诀窍, 既然行走江湖,无论是富家子弟还是贫寒学子,必然要携带兵器护身,在至圣先师孔子的画像中,经常会看到孔子腰间有一柄长长的宝剑,而作为后世的学子也都会效仿孔子的装束,但是腰间的宝剑却只是个一样辣枪头, 这柄剑正式的名字叫,一剑,甚至都没有开封,承担的更多是装饰和礼仪用具的作用,所以指望这样的剑保护自己,就会变成金科刺秦王里面,秦王遇到生命危险甚至连剑都拔不出来的危险境地,而且在历朝历代,对于兵器的膝带都是有, 严格的制度和手续的,所以宝剑并不是最佳的选择,而18班兵器由于体型较大,其中的任何一样,也都会让人对兵器的吸,带着警惕甚至产生敌意,这对于出门在外的读书,人肯定是有诸多不便利的地方的,因为出门在外有诸多的限制,但又为了保证安全,于是就发明了 一种轻便,卫装性强的武器,那就是,二人夺,二人夺翘形刺手杖,中藏利刃,合之为杖,二人分夺时,则刀离翘可作防身之用,其实就是手杖剑,因为手杖的外观让他看,起来不具备任何威胁性,会让人掉以轻心,而真正当两个人抢夺的时候,就可以拔出手杖的手杖, 用来伤敌,出其不易,这样的方法虽然不能完全规避所有的风险,但是在兵器普遍管制较严的古代,其实多数的强盗土匪他,门所使用的工具都是原始的木质器具,所以金属打造的二人夺,可以很好地起到威慑作用。 虽然现在这种兵器在中国已经不多见了,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日本和德国看到他遗留的痕迹。 在日本的电影《芒侠做头饰》中,北岩武所饰演的盲人按摩师,就是凭借自己手中的二人夺式的武士刀将敌人杀死的,并且在真实的日本武士道中还存在的二刀流,也是由中国的二人夺演化而来的。 但而在德国的腾杖格斗,也是二人夺所代表的手杖剑的分支。 腾杖格斗,对于场地的要求不高,只要有一定的宽敞度就可以进行。 从总体上看,它有些类似于日本剑术和西方极剑的结合体,全手们以一根或两根长度为96厘米的腾杖作为道具。 根据比赛规则,每场腾杖格斗,包括两回合,每个回合的持续时间为三分钟。 同样的原理,在中国武侠电影中都有体现,比如,新龙门客栈中的子母剑和卧虎藏龙中闭眼狐狸锁,用的手杖剑都是二人夺的一种演变。 纵然这些是武侠世界,可都是基于现实历史上所存在过的实物为依据的。 处于现代社会,我们已经不需要这些武器来保护自己,但是这些武器所体现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 现在龙拳匠人也是可以复原手杖剑的,希望匠人可以一直把这份工艺传承下去,让更多的刀剑爱好者看到实物。